因为新北市的这名杨姓男子16号来到了知名连锁汽车百货装避震器 他控诉这济师没有将避震器装妥 导致他的车身前高后低 行驶的时候还会发出声响 第一时间这济师保证没问题 但事后经过检测 确实是避震器没有装好 杨先生因此控诉 那么万一避震器松脱的话 在高速行驶下实在很危险 坐上双皮轿车踩钢发动 车主杨先生发现车身前高后低 又前轮不时传出扣扣声响 奇怪的是才刚请汽车百货业者装好避震器 怎么又出问题了 杨先生控诉知名连锁汽车百货 没把车前轮两支避震器装妥 整整高出3到4公分 原本应该往下塞紧卡好 现在却不断往上顶才会出些扣扣声 从外观来看轮胎上防空隙 正常只能塞进两只手指 没有装头的避震器 让空间高出两倍 在高速行驶情况下 一旦松脱容易失控翻车 事后知道我是觉得头皮发麻 因为在高速公路上 100 120这样开 那你避震器差得这么高 那今天是我运气好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花六万六装 轮胎避震器去没装好 杨先生控诉 业者第一时间推说是三脚架出问题 让他额外支出4000元 杨先生向业者求偿7500元 来到汽车百货检修中心 业者没有出面说明 透过电话回应 坦诚技术部分有疏失 已进一步向车主协商赔偿 但对杨先生来说 万一发生意外 出人命谁要负责 这些王宗和文宣新给事报道